這是鬧市中的花園 商業大廈有酒店 我們不要說天份 發掘他有什麼長處 連他在學校生活成怎樣 今天開不開心 你都沒有過問一句 其實很重要 這個奧地利的人 你一見到你面 即將來你們有機會來到 你可能長住三兩個月 你就會體會到 然後他經常見到你 他只會問我一句 你好嗎 認識我 剛才他說 我知道你今天 你的comic break 是斷了去 Aerwish Shop 我是不對 我應該問 這個禮拜你好嗎 我們第一次見面 應該是這樣 先問候了 先問候了 很開心 見到面就是擁抱 現在當然不能擁抱 現在就是碰下手肘 碰下手肘 要不就這樣 現在這樣就OK 就是這樣 這樣 然後就很開心 但還是會問你 Begis 你好嗎 你也對 對 如果你搭蛇肘肘肘肘肘 那他會說 完美 通常我們會說 多謝他很好 很好的 如果你打蛇骨音就會 哇,我看到你 Gre... Wonderbom 然後很開心 繼續下去 聊天 很多時候都會 就算天天見面 早上見到 Hello Morgan, we guest? 一樣會這樣問 你好嗎? 是 這句話 我覺得以前 我現在才深受感受 覺得很重要 很重要 你好嗎? 他真的適於內心 原來他從小到大都是這樣 是 習慣了 是 我們香港練習 你好嗎? 就好像 裡面有很多重担 是 那些媽媽一打開門 還沒放下手袋 今天不是輸多少分 可能 這麼慘嗎? 對 因為真的好 課程 尤其是你讀Band 1的學校 真的緊張一點 你提起 你不要說欠一分 0.5分 已經可以是幾個名次了 是啊,你提起我 我以前說回香港那種經歷 我愚蠢 我真是傻到 我跟女兒一齊 因為我見到她哭 一起做功課 原來那時候 剛好一年級 就讀女校 明白 女校 接著 我們大家都不太適應 接著我見到她哭 然後我說 你別哭 你哭我哭 我幫你做 一起做 原來大家在做什麼呢? 她只不過是寫個雞字 一年級已經寫了 你知道繁體字 那個雞是很複雜的 寫個雞字 然後就要畫 那個雞的樣子出來 原來我們搞錯了 我們這件事也搞錯了 其實她叫你寫個雞字 寫十次 然後就畫個雞 我們是畫十隻雞出來 就是 那些一年級的珠珠 真的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很深刻 很深刻 很夠的 你說起都哭 你是笑到哭 真的 我笑到哭 真的傻到哭 因為第一次是亂 害怕 然後看到女兒在那裡哭 我笑到做什麼 初遺人不好 傻了 真的 你的女兒哭 你的女兒哭是因為 那個雞字難寫 還是要 她自己以為要畫十隻雞 所以很害怕 是啊 大家都害怕 一本都不知道做什麼 我說老師叫你做什麼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我記得我畫了十隻雞 但是不知道 我就用了整本寶 你明天做阿婆 你明天做阿婆 麻煩你 不過現在有網上搜查 你可以查一下 以前沒有 你女兒的年代 你明天做阿婆 你明天做阿婆 不要那麼烏龍 你明天笑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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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 這一生日 我外面做事都很厲害 但是搞不定 這是什麼 你明天笑死人 你明天笑死人 你知不知道 因為太久了 可能要沒有上學 如果我沒空去對功課 我叫我丈夫對功課 當時小朋友也是一、二年級 才們 那麼我回到農場 呢 為什麼你對功課 為什麼你這樣拿著一本作業 你不用看看一本手冊 寫很多次 然後他先 拿本手冊吧 叫兒子拿本手冊 的意見是看手冊 以前我們讀書不太記得,好像不需要看手冊 經常都記住這是工作,那就寫工作 做完就算了,不需要畫雞 寫了雞字還要畫十隻雞 所以太久沒有上學了,我老公 所以就忘了手冊這回事 但我肯定香港的讀書壓力是高於這裏 讀書壓力簡直是全球資本 有沒有分析到因爲什麽? 因爲,行精英制 一直以來就是因為精英制 傳統就是,我媽媽也是這樣逼我 我就這樣逼你 會不會感覺上,教育制度也是很大的問題? 因爲,因爲有時轉了,之前那些什麼TSA 目標為本 就是我們做老師要踢,以掌握,掌握了一半 未能掌握 我一定未能掌握 逐科,一科還要有十幾二十個格 等你踢踢踢踢,那現在沒有了 做完一輪都不知道要做什麽 就是上面說要做,這樣做 所以都不知道要做什麽 很多無謂的事情做了 其實,你去回原始,原始最基本的教育就是 譬如芬蘭那些,我不知道奧地利 芬蘭那些教育是你幼稚園 其實是學一些基本的事情 綁鞋帶,自理能力 一樣 照顧到自己 一樣,因爲我客觀因素 這裏GDPR實行了很久 在2016年開始 因爲要經過很多重關卡 才會讓你拍攝 如果小龍不願意,你都不能拍攝 我們只能夠了解 只能夠拍背景 有機會的 還要讓你進去 你不能偷偷地 我們不會做一件事 如果拿著相機拍攝的時候 一定要跟別人說 我可不可以拍攝 我可不可以拍攝 他會問你,你真的不能拍攝 這裏一樣 你佛教 我剛才還未限遠 可能還在滴奶喝水 在流眼淚 他會綁鞋帶 例如吃飯 你自己吃 你兩三歲 在這裏吃點心 不是點心 不是點心 就是茶點 茶點 吃snack 你自己拿 不會有工人姐姐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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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不吃就算 是 沒有一餐半餐不要緊 全世界都是這樣 他們很小時候 已經懂得拿東西吃 很小時候用了手 你會見到 這麼不衛生 但其實他們沒有 成長 比你這麼強壯 所以基本教育 你說手筋 怎麼用 抹汗 都一樣教你 好 好 好 男生 要怎麼照顧小朋友 女生 女生先走 好 好 好可愛 好小時候 已經知道 這些 人與人之間 女生是這樣的 男生是這樣的 男生不可以打女生 覺得自己很有力 男生和男生是不可以打架的 這些 都可以告訴你 不會說 一進去 我們寫字 畫圖 寫字 不是這樣 幼稚園 反而是 一進去 你喜歡 玩什麼顏色的筆 你喜歡怎麼玩 其實根本就是去玩 是啊 玩很重要的 去玩 我最近看一個新聞 是德國的新聞 因為你知道 COVID-19 他們要檢測 幼稚園 十個學生園 圍著 老師坐在中間 教他們怎樣 自己來 做測試 是啊 自己來的 他們會跟著老師 然後老師說 第一步 我們要 首先 他會這樣的 這個盒 這個盒裏面 有些什麼 這支是什麼 這支是沒法棚 這支是做什麼 你的手要怎麼乾淨 一步一步 他照跟 是 所以要擔心 他比你更優秀 小朋友 因為他的記性好 然後回去告訴媽媽 我檢查了 但是奧地利 有百分之 應該是0.6 的父母 是不想小朋友這樣做測試 他寧願不上學 他寧願不上學 是否因為脫下口罩 怕感染 還是什麼 不是啊 他覺得 可能這件事 真的沒有人會再跟爸爸媽媽 再討論 為什麼你不讓他上學 因為很尊重你的決定 人權 但是總括來說 很多人都會覺得 可能是由於 就是 你檢查了又怎樣呢 就是 這樣會受傷他 可能 就是 他們有他們那個 覺得他們太小了 對 而且我們現在都是十幾歲 才 又不是 中學那些 高中那些 你可以 request 打疫苗 哦 你如果 多不多人打 十幾歲的青少年 他們都沒有這個 強迫 只是說 不要緊 學校叫的 政府叫的 我們才做 哦 今天有新聞就說 香港說 好像7月開始 12至16歲那些 可能可以開課 給他們打 是啊 7月 7月 是啊 7月 哇 那 但是未確實 我想都是要等一些數字 因為美國那邊 就開始打了 可以 年輕人那些 其實我們這裡 是打得慢的了 嗯 因為他說 歐盟呢 就批准了那個健康護照 是啊 但是呢 疫苗護照是嗎 是啊 他們不叫疫苗護照 其實是叫 Green Visa 好像叫 叫Green Visa 但是 那些人太不聽話了 又 太過自由化多了 我估計 可能是這樣 所以 可能 他說 這個 這個病毒 會再捲土重來 這個 在奧地利 剛剛才說 5月19日放了 但是 但是 現在又有新聞說 哎呀 慘了慘了 又高了嗎 這幾天 本來每天 就一百左右 那些人就三百 五百 那些人 又來的 都在誤會 都在不講 你 有 不到 中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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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